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不少人的心情都非常的开心 而且秋天这样子的季节 真的很适合来出门来走一走 不过这样子的天气形态 我相信不少人也有明显的感觉到 就是虽然白天在太阳底下活动 会稍嫌热了一点 但是早晚也就是像现在入夜之后 感觉就多了许多的凉意 至于这样子好天气还会持续下去吗 我们就先从第一张的卫星云图 一起来看看 在这个周末假期在天气上 会不会有新的不同的变化 从卫星云图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我们附近的天气 可以说是非常的少 影响我们的云气 也是可以说是非常的少之又少 所以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 都会跟今天一样好 不管是在东半部 还是在西半部 明天都是晴道多云的好天气 而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天气形态 主要就是在我们附近 是有一股冷空气的 也就是所谓的冷高压 这些没有云的地方 就是冷高压的位置 虽然明天这个天气好 还是要提醒我的观众朋友 因为天气好的关系 出门就要做好防晒的工作 因为紫外线是非常的强的 不要因为天气非常的凉爽 就疏忽了防晒的工作 另外我们往华中地区来看 在这里是有一道 比较不强的云气的 而后头紧接的就是 另外一股新的冷空气 而这股冷空气的未来 会持续地往东移动 因为这个纬度比较高的关系 到了星期天的时候 只会带来凉凉的东北风 所以到了星期天的时候 这个温度上又会再转凉一些 所以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要多加注意 而说到了温度 我们再重新下一张的地面天气图 一起来看看 明天在温度上的表现以及变化 我们之前不断地讲到说 就是现在的季节来到了秋天 所以在温度上的变化 会是比较明显的 像是今天的最低温 在我们高海拔的山区部落 像是玉山跟阿里山 今天的最低温 能够降到的10度以下 而且这样子的情形 温度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所以提醒大家 早晚的时候要注意 这个温度上的变化 特别是在我们山区的部落 而在我们这张图 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就是刚刚所提到 这个冷空气的位置 明天会来到这里 而目前我们的风向 主要还是以 这个东北方向的风为主 虽然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早晚的时候 温度都还是偏凉的 纵然白天的时候 温度会回升 就以这个整个西半部地区来说好了 明天整个西半部地区的最高温 会突破到30度 但是入夜之后 这个低温又会降到22到23度 这个日夜间的温差 会有10度左右 所以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要多加注意 虽然明天这个风向 是吹东北方向的风 但是因为风力不强的关系 近海的风浪都不会太大 最高的浪高 都在一公尺之内 不过还是要提醒在海上作业的渔民朋友 要多加注意自己的安全 至于明天 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起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绩效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是今晚到明天的气象预报